我其實一直都沒有那麼認真去想過 孤獨感這件事情直到我一個人搬出來住 因為一個人搬出來住真的是 一個人生活 然後常常會覺得活在自己腦子裡 因為我就越來越發現其實 平行宇宙最真實的例子就是 兩個人的空間 兩個人都是在不同的 世界上每一個人都是活在自己的宇宙 自己的世界 因為他們所有的想法都是建立在自己的體驗 世界上沒有任何人 對於生命的體驗是相同的 那同樣也就也代表 每一個人都活在一個很獨立的空間裡面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是蠻依賴感情 然後依賴就是跟家裡的 在處理我的情緒 但是我後來發現好像這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因為當你今天如果失去一個人 等於說你的世界就collapse了 我會想要去理解孤獨是因為 我想要成為一個獨立的人 那我覺得真正的獨立是情感上面 都能做自己的執著 至少70%的執著 就你必須要可以 Handle自己的情緒 不能受困於情緒之中 常常在工作啊 或是需要在很多人的場合的時候 就會覺得自己好像很孤單 因為 並不是因為身邊沒有人 並不是因為這個環境 只有你孤獨一個人 而是你的思想跟所有人都不是完全的平行 那有些 有些感受是沒有辦法被理解的時候就會產生這種孤獨感 這其實是我一直很想要跟自己好好聊的一段對話 因為我就是還是 有時候雖然搬出來了幾個月了 但是有時候特別崩潰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好像是不是不適合一個人住 其實我發現學會跟孤獨共處 可以幫助自己填補很多很多自己很需要的空洞 像是讀一點書來充實自己的腦袋 或是花一點時間來療癒自己的身心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人真的不能害怕孤獨 因為他是會成就你很大的一股力量 我所有的能力 我所有的 我會彈吉他 我會寫歌 我會 做很多事情 其實真的都是 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學會的 因為跟別人你可能可以學習一點 學習一點 看懂一點 但是你必須要自己花時間去獨處 然後去訓練自己才有辦法迫使自己 才可以真的訓練出自己的技能 所有能夠帶來進步的東西 所有能夠帶來進化的東西 都是要經歷一場suffer 你一定要能夠克服一些東西 你才可以體驗到這些東西 而且戰勝過後他帶給你的收穫 那我覺得孤獨就算一種 當你戰勝了之後你會有很大的收穫的 的一個感受 能夠戰勝孤獨 能夠學會獨立 你更能夠去愛身邊的人 你更能夠吸收到愛 因為你不會 你不是渴望 Attention 你不是渴望 你不是渴望別人為你做的任何事情 你只是 你享受這個陪伴 但是必須要 你真的真的孤獨 真的真的跟孤獨能夠共處 然後 能有自己獨立的思想之後 你才能去接收別人 最單純的愛 學會孤獨 學會獨立之後 能找到一個相知相惜的夥伴 或是在生命裡有很重要的朋友 那是 那真的就是最大的幸運了 但是這些東西 都沒有辦法代替你 去學習 成熟獨立這件事情 必須經歷了一些痛苦 就 好好的擁抱它 最近剛好就有這樣子的感想 然後 就發現好像很多人都有同感 很多人都 感受到自己很孤獨 很多人需要依賴 自己的家人 需要依賴 自己的伴侶 或是需要依賴什麼東西 也是因為我自己 真的有時候會 小collapse 就是 每天都很開心 每天都很開心 但是突然有一天 就會需要把這些開心 全部還掉 有時候就是會有一些比較衝擊的感受 那很多感受我覺得來自於我 害怕孤獨這件事情 所以今天就剛好跟自己好好的聊一聊 順便分享給你們 希望你們可以擁抱孤獨 然後讓它成為讓它成為讓自己進化的力量 今天既然 今天既然講到孤獨 那晚安曲就送給大家一首陳奕迅的孤獨患者 我不長身心思理解的情歌 不代表沒有心碎的時刻 我不曾擁抱怨的孤獨 我不曾擁抱怨的孤獨患者 再各愈何就無人曉得 我內心挫怨的孤獨患者 自我拉扯 我還想帶孤獨患者 又恨不可 我再唱一遍 我不長身心思理解的情歌 不表示沒有心碎的時刻 我不曾嘆開傷口人 再各愈何就無人曉得 我內心挫折 我像個孤獨患者 自我拉扯 我還想的孤獨患者 又恨不可 晚安